海杰在下午两点半抵达公司 到服装部试穿接下来几天的衣服 这些都是按照他之前的意思 服装部到处找出适合他的衣服 这些服装就让海杰笑说 让他看起来像蔡依林在特务J的造型 配上小事物更起着画龙点睛的效果 再换上今天报十点新闻的服装 端庄得体 准备到化妆间画上彩妆 化妆师帮海杰打粉底 而发型师则在同一时间为他吹头发 为海杰打造出最亮丽的一面 做好造型后就是和时间作战的开始了 海杰的第一天也恰好是政府公布2008新财政预算案的大好日子 大家忙得不可开交 海杰也不例外 除了忙着写预告 录预告 还要消化新财政预算案的文稿 准备访问海杰请来的经济博士陈企业副教授 再加上准备读稿的工作 时间一步一步 接近晚上十点了 九点四十五分到直播室准备就事 新闻开播了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十点新闻 政府公布了2008年新的财政预算案 这是一份分享财政盈余的预算案 政府去年共累积了64亿元的盈余 是1999年财政年以来盈余最多的一年 政府因此将拨款18亿元同国人分享 并协助年长者和低收入家庭面对日益高涨的生活费 感觉相当不错 因为刚开始播的时候还有人让我不要紧张 所以其实我也不会紧张了 不过今天比较难得的是 因为毕竟六年没有报了 所以整个程序什么的都还有点生疏 不过好在起源的经验比较丰富 所以他带着我就是一切都非常顺利 正好今天因为又是budget 所以就大家都乱成一团 不过我们俩还好了 合作也非常默契 希望今后也一样可以顺利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在今天这样一个财政预算案 重要的日子跟海杰第一次合作 我们过程可以说相当顺利了 所以不过今天的合作就是 海杰开场之后呢 把镜头交给我 然后我再报一些其他的内容 合作可以说相当的顺利了 那很高兴今天海杰第一次重登主播台 就非常的顺利